封面呢 还有加上华南运运区还在持续影响我们 所以呢 北台湾外头是滴滴答答 明天开始降雨才会趋缓 我们首先带您看到是累积雨量排行榜的部分 您可以看到呢 西半部还有这一回呢 北北基到东半部这边延伸都有出现不定时的降雨 而一整天下下来在新竹这里还有桃园西半部苗栗这里呢 都有来到15到20毫米的日累积雨量 还在不断累加 这个时候出门还是要带一把伞 而且要穿得比较保暖一些 因为外头天气比较凉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呢 云量偏多 水气也比较多一些 可是明天开始降雨会趋缓 明天呢 今天晚上入夜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呢 水气呢 会从整个北北季这边延伸到东半部 可是到明天开始呢 其实水气会开始逐渐地地减 因为封面逐渐远离 水气变少的情况底下还有地方呢 容易呢 看得到阳光露脸的天气形态 周休假期呢 可以提前安排一下了 因为天气看起来都还不错 届时风向会比较偏南风 南风一吹呢 温度开始攀升 来到三十度 而下个礼拜一开始东北季风又会再增强 高温又会再跌个四五度 天气变化实在是有点大 明天的天气我们来看看吧 明天北台湾要挺雨的了 但是云量还是偏多一些些 高温回升到二十六度 中台湾同样呢 天气逐渐恢复稳定高温二十六到二十七度 南台湾的高平相对天气比较没有受到影响 高温三十度 东台湾在宜兰这边降雨几率百分之四十 外岛地区高温则是落在十六到二十四度 明天开始呢 会出现空档 周休假期呢 各地天气都还不错 可以计划出油